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凌晨得及第三輪營內角作 到時多蒙特將迎戰海登韓 雖然海登韓禁方出色連戰連勝 但上季兩次交手大黃鋒 海登韓均無力取勝 加上今次需要作客出戰 海登韓能夠全身而退算是有所交代 實力分析 多蒙特近三場正式賽事能找莫兩勝一和的佳績 整體表現交足攻防 不過大黃鋒聯賽進攻方面的表現難言理想 尖美比諾基頓斯在首輪回開二度後 上輪他本人以及球隊坤食白果 這樣的表現為多蒙特烤在景中 當爺爾馬倫 祖利安伯蘭特 以及馬蘇薩碧莎等中前場球員 確實需要在進攻方面表現得更好 至於尼高舒諾達碧克的停賽 可能會影響多蒙特的後防線表現 球隊今季首個失球很有可能會在本輪產生 海登韓是今季得夾三支頭兩輪斬莫全勝的隊伍之一 他們甚至以微弱的優勢佔據榜首 全隊士氣精盛 法蘭舒米特對球隊進攻調教有功 最近陸戰進攻方面坤有亮眼的發揮 最近五場甚至坤成為最先入球科 他們似乎很喜歡搶開局 不過考慮到球隊上季兩戰多蒙特坤以和為貴 其中作客一翼半場就落後零比爾 海登韓金像注定不已 頂隊對比 對於紐尼沙軒這樣的年輕主席來說 在德甲執教模擬是巨大的挑戰 要知道他本人生涯執教勝率僅四成出頭 好在身為多蒙特的名宿 紐尼沙軒對球會相當熟悉 而且上季下半程擔任助教的經歷對他升級成為主席有莫大的幫助 不過紐尼沙軒似乎仍未找到最適合蒙特的陣勢 上輪使用他最擅長的4231仍未能率隊取勝 他見上的壓力並不輕 法蘭舒米特是海登韓的靈魂 甚至可以用一人一成去形容他 該名主席已經率領海登涵征戰超過600場賽事 因此球隊有今時今日的良好表現以及可以持續發展 他是最大的公審 亦是祝壇的一大奇跡 關鍵球員 可能未有任何人想到 為多蒙特今季攻入聯賽第一球的是小將尖美比洛基頓斯 而且首輪就完成了梅開二度 對比上貴教為依靠當夜以馬倫以及祖利安伯蘭特 在進攻方面打開局面 或者尖美比洛基頓斯的進攻表現 是紐尼沙軒上任後帶來的第一個改變 只可惜尖美比洛基頓斯的表現未能延續 說可能是球隊下半場太少一人的原因 但黃鋒上輪進攻方面受阻 保羅雲娜頭兩輪貢獻了兩球以及一次的助攻 是海登涵表現最出色的攻擊手 從球隊最近進攻方面火力絲毫不減 而且從頭兩輪攻入六球全得甲最多來看 法蘭蘇米特對球隊的調教簡直是出神日化 上庭方面多蒙特後衛尼高舒諾達碧哈避佛停賽 中場祖雲尼雷娜以及前鋒石路古拉斯因傷缺陣 海登涵方面中場紐喉斯以及湯馬士基拉因傷免疫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給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